好,在这一边呢,我要用Albu Bhakti来教 from 2 chapter 3, gradient of a straight line,斜度 然后斜度是什么东西呢?斜度就是 高除于宽,vertical distance除于horizontal distance 然后这一刻,我们要知道 它的那一个gradient positive是向上 gradient negative,向下的是negative 然后横的是0,直的是infinity undefined theta theta degree 然后我们的gradient的formula呢 我们是用y2-ye除x2-xe y后面的-y前面的除x后面-x前面的 或者是我们用gradient.negative intercept over x 这一刻的formula就三个而已 就是说gradient是高除于宽 y-y除x-x 然后negative intercept over x 最重要的是那个y-y除x-x 然后我们在这边 bargian A的第一题呢 它在这边,它要我们找horizontal distance horizontal distance就是它平的距离 26是向前走2,向上走6 61向前走6,向上走1 所以这一个之间的距离是4 这一个的距离是5 所以我的vertical distance是5 我的horizontal distance是4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c horizontal distance是4 ok 它的这个是horizontal distance呢 是那个horizontal distance呢 是6-2等于4 然后在这一边 还要我们找gradient of the straight line 我们要找gradient的时候 我用y-y除x-x 所以我的gradient等于6-1 6-1除5-2 6-1,5 5-2,3 所以它答案是5和3 ok 我在这一边我有一条线 我从后面走到前面去 我从后面走到前面去 碰到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 我拿第二个点来减第一个点 ok 然后 有学生说老师我用 第一个点减第二个点 可以吗 可以的 你1-6 1-6除2-5 1-6的时候是-5 和-3 它也会变成5和3 所以它斜度是一样的 然后甚至是你可以这样 向前走2 向上走1 向前走5 向上走6 所以我的vertical distance呢 是6-1等于5 我的horizontal distance呢 是5-2等于3 然后我的gradient呢 就是高除于宽 5除3 ok 也就是它的那个vertical distance 除它的那个horizontal distance 这样 ok 好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它说我的a跟b 两个点 的斜度是-10个7 然后我们找possible coordinate of b so 在这一边呢 我可以看到 它的 这个是2 2-2 我可以看到它的三个 四个里面有三个 它的那个y的部分是2 所以我assume我的b是x 逗号2 然后我的a呢 是2 逗号12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ab的时候呢 是2-12 2-12 x-2 等于-10 比7 2-12 是-10 然后x-2等于-10 比7 所以我的x-2等于7 我的x等于7加2 所以我拿到的是9 所以它这个答案是92 ok 这样我要检查我的答案 对不对的时候 你就心里想我的a是22 我的b是92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ab呢 是2-12 除9-2 -10 除7 对 ok 这一题我用 因为我看到它的y的部分 都是2 不然我就要找a a ab ac ad 然后看哪里一个跟它一样 我要找4次 可是我现在呢 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我就直接知道它的答案是低的 ok 所以这一个的那个b是9多号2 这样 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它在这一边它的p跟q 的斜度是2 然后你看q-43-15-10-40 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没有一个规律 不像刚才那一题有一个规律 所以这一题怎样 我去找pa哦 然后pa是什么呢 在这一边 呃4-3 除7-4 然后我的pb呢 呃4-5 除7-1 ok 4-3-1 然后这个是11 -1 8 它都不等于2啊 我的pc呢 4-10 除7-0 然后它是14-7 等于2 所以它答案是c 我的pd呢 是4-0 除7-4 所以它是403 ok 这个不等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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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答案是c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一个我就找4个 因为它没有一个规律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题 它有ps跟qr ps跟qr两条线 它说它们是平行的 我们要知道我有两条线平行的时候呢 它的斜度会一样 ok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这一个东西 就是说 当它平行的时候 它的 呃 gradient gradient 会一样 ok 当它平行的时候 gradient 会一样 然后 它在于这一边 它要我们找 x intercept of qr x intercept 我们的口诀是x intercept y等于0 yintercept x等于0 x 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向后走x 向前走0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找我的gradient of ps的时候呢 是1-5 1-5 除3-3 1-5 3-3 1-5 6 3-3 6 所以我拿到的是1 我的gradient of qr的时候呢 我的gradient of qr的时候呢 是6-0 除3-x 所以它是6-3-x 所以它是6-3-x 然后我就有3-x等于6 然后把我的这个整个乘上来吗 这个 其实我是把这整个乘上来 这个绑过去 这个绑过来 所以我就有 这个3-6等于x 然后我的x等于-3 所以它答案是b x等于-3 来 接着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straight line ac 它经过点b 然后它要找y intercept of straight line y intercept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y intercept x等于0 所以它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y so这一题跟刚刚那一题 是一样的类型的题目 但是我们有比较快的做法 ok 然后在这一边它不是平行 它是同一条直线 同一直线 然后斜度 一样 同一直线 gradient 一样 ok 当它是在同一条直线的时候 它的gradient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知道我的gradient of 那一个ab 会是等于我的gradient of 那一个bc 也等于gradient of ac 我拿其中两个就可以了 gradient of ab 是什么呢 8-0 除4-2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bc 我拿bc 我拿y-0 除0-2 这个我就不要管它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2乘上去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有8除2乘-2等于y 所以y等于-8 所以它答案是a y等于-8 ok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它要match the gradient between two points at the given below 它的高度是1 2 4 5 5 2 4 3 所以这个的斜度是高除以宽 1除以5 这个是4除以3 所以这个是1.5 这个是4.3 嗯就是这样 然后在这边我们要complete table 1 so 它这个呢它直接是用gradient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这样的一个formula来做 这个是x intercept 这个是y intercept 这个是gradient 所以这个呢是-2 -3 所以它会变成2 3 这个是2 3 然后接着2的这个呢 gradient 3 5 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是5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5一样了 所以我的3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 所以y intercept是-3 好 如果你不懂这个formula ok 如果你不懂这个formula的话呢 我们的口诀是什么呢 就是 那一个x intercept的时候 x intercept的时候 x intercept的时候 y等于0 y intercept的时候 我的x等于0 所以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2 这个是向前走0 向上走y 这个是向后走3 向上走0 y等于0 向前走5 向上走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gradient是什么东西呢 我的gradient是 y-y除x-x x 所以我的第一个 我的gradient是 2-0 除0-3 所以是2-3 拿到答案 第二个 我的gradient3-5 等于y-0 ok 除0-5 所以它变成3-5 乘negative5 会是等于y so y等于negative3 就是这样 ok 在这一边 刚刚我的3等于negative y intercept的时候 我要处理掉 我要剩下y intercept 所以我左边乘-1 右边乘-1 然后-1 -1 可以约掉 -1乘-1 y intercept 等于-3 就是这样来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八题 他有我们find the gradient of straight line that pass through the falling point so 我们这一边要找他gradient 所以我的这一个gradient等于6-4 除10-2 6-4就2 10-2 12 所以它变成106 当然我也可以讲我的gradient 是4-6 除-2-10 就-2 和-12 它也会变成106 我的gradient呢 -3-5 除-4-0 -8 除-4-2 我也可以是gradient等于5-3-3 除0-4 8-4 等于-2 so 这样 都可以拿到同样的答案 好 接着我们看第五题 Diagram 5 show a straight line pq 然后 他要我们calculate the gradient of pq if the horizontal distance between m and y axis m跟 y axis之间是4个unit 所以这个是4 所以这一题呢 它非常简单 因为我的gradient of pq 然后它的y intercept x intercept m 这些都是同一条直线 同一条直线的gradient是一样 所以我找 我直接找这条线的gradient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q呢 是-y intercept over x intercept 我的y intercept是多少 3 x intercept是多少 4 ok 这个是y intercept 这个是x intercept so 我直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当然 我也可以是向前走4 向上走0 向前走0 向上走3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pq 会是等于0-3除4-0 所以它会变成-3和4 就是这样的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一题 他 他这一边 他是 point a 然后他要我们找y intercept of the straight line 所以 在这一边 我们要找y intercept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是我的y intercept so 碰到y assist的就是y intercept 他的坐标是什么呢 向前走0 向上走y 所以我在这一边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知道 他有三个点 这个是向后走6 向上走0 减60 所以我们的斜度等于斜度 这个y-0 除0-6 所以我的y-1 所以我的y因 i 所以我可以称到y 추 perceber 多 stiff 我拿到的是8 ok 326428 ok 所以我的yintercept是8 ok 好 这边我就把 Elmo Bhakti的 from 2 chapter 10 讨论完了